大家好,我是孫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今天點題四個字是雙頂二韻 先談談市場,今天市場表現一般 低開後,全日反覆向下跌幅一度超過400點 後來,好在收市前有買盤支持 跌幅稍微收窄,全日收26,790點 跌334點,成交少,好在681億 成交弱,沽壓不算很大 今天市匯內銀股其中有股動力 包括建行跌1.6% 加上出軌發生交通以外的港鐵 今天跌1.3%,穿上升軌,拖市下去 幸好石油股仍然有少少升幅 令跌幅得以稍微收窄 說的是哪一種,就是中國海洋石油 有0.6% 進漲,逆市上揚 整個市的形勢,今市剛才提及過334點的跌幅 雖然成交不大,沽壓看起來不像很厲害 市是怎樣看呢 初步看,仍然向下的可能性 是比較大一點 其實上星期三個節目提及過 雖然當日市場明顯上升 但建議投資者再觀望一下 不要太過立即定性的市場再升 現在回到市場 初步看,仍然要觀望一下 看看往向下 估計繼續調整 向下的支持 究竟收不收到呢 為何會估計繼續調整呢 一方面,跟外圍的有關 外圍主要說美國的情況 美國見到制度瓊斯公平均指數 明顯下錯了 昨天142點 而見到,有少少雙頂移雲的跡象 見到這個頂 這日試一試的頂,又落回來 現在已經在考驗上升軌的支持 如果今晚再下跌 特別是如果列口向下跌的話 這樣就麻煩了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美股本來好地地 回軟 其中一因素 就跟油價上升有關 而拉動整個市場人士對息口預期的 有少少轉變有關係 油價見到 其實昨天已經升得很厲害了 今天都維持著 保持高位 雖然回軟了少少 但仍然高位是68.9 這個報價比低位明顯上升了很多 兩成 比急升之前的六十元左右 一成多又多 原因呢 大家都知道 就是沙地的油田受到襲擊 所以令到市場人士擔心 油田受襲擊的產量 因而向下減少了 會令到油價因而上揚 油價就衝了上去 油價衝上去 就牽涉很多東西 一方面剛才提及過 香港的石油股 這幾天就偏好少少 特別是中國海洋石油和中石油 走勢偏好少少 中國海洋石油已經在歷史上揚 除了油價受影響之外 影響到市場人士對美國利率的預期 當然需要時間去談談關係 關係呢 其實最近市場人士對美國經濟前景的看法 已經轉好了少少 一方面近來出的經濟數據 美國不算抄 情況之下 大家覺得好像單體經濟數據 已經不是好 需要減完又減 加上中美貿易談判的情況 在過去這兩星期有好轉 下一個十月會談 而今日最新消息還說 會中國的副部長級 將會去到美國 為了正式的會談 做一些準備功夫 好像今次整個會談 看來雙方都有些誠意去談談 換言之 之前大家覺得美國聯儲局要減息 其中的原因就是貿易戰如果加劇 恐怕對美國經濟的影響比較大 所以就要減息 預防性減息就是這樣的說法 保險式減息就是這樣的原因 現在中美的情況好一些 油價加上 但這令到持續減息的需要減少 加上油價衝上去 令大家擔心 通脹形勢可能會否有少少變 雖然油價上升影響不到 所以核心通脹 因為核心通脹排除了油價的因素 但整體的通脹可能會有拉動的作用 大家覺得這樣的情況下 是否聯儲局需要再不斷減息呢 大家開始有疑問 事實上看回聯邦基金利率的期貨的價格顯示 現在對今晚開始開會的減息預期 明顯有了轉變 之前一個月前 大家覺得今次不減息的可能性是零的 一個星期前都會減少 只有5%覺得機會是不減息的 但經過剛才提及的因素後 現在最新預期是三乘四機會 是不減息聯儲局 明顯和之前有明顯的分別 這已經令大家有些擔心 加上有三個字 就是衰多口 就是怕鮑威爾衰多口 因為過去幾次鮑威爾意識後說的話 都是令到股市或全球金融市場大跌 好像去年10月 去年12月 以至今年7月 都是令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 譬如遠的不要說 今年7月 減息之後 提出今次只是中期的減息 週期中的減息 換言之 減息之後又不會持續 令大家非常擔心 搞到全球金融市場大幅波動 股市大跌 今次大家又怕 爆了意再衰多口 所以 美股見到明顯的調整 雙頂移雲就這樣出來了 已經考上升軌 及及可危 值得要留意 其實除了雙頂移雲 除了美國之外 內地都有雙頂移雲 現在看到上升指數 今天跌1.7% 看到這個就是前頂 最近再試頂穿不到之餘 今天再弄大陰燭 上升位都穿了 走勢是弱的 兩個雙頂移雲之下 對港股當然是有不利的影響 加上恆生指數自己 近來香港本身都是麻煩的 順帶平合公司 位置之後目的都是調低 所以順帶平急以至投資展望 對香港的氣氛已經差了 今天又再調低地鐵 整體氣氛是差的 加上恆生指數自己的走勢都是弱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在雙頂移雲的壓迫之下 再加上自己的走勢 走勢又差 股意恆生指數明天 向下繼續整固 可能性是大的 主要支持是甚麼呢 紫色箭嘴指指的位置 大概26,300點左右 這亦是之前提及過的頭肩頂項線 大家留意這位置的支持力 時間關係今次分析大致 多謝大家